老花一开箱评测 这个又从PCC随机找了这么一个月季 又来给大家叨叨了 很多话老师问月季跟玫瑰的一个区别 其实月季跟玫瑰的一个区别 大家就不要很纠结了 它从叶子上面来说 就是你像月季的叶子 它是没有玫瑰那么多 玫瑰的叶子是那种一重一重的 还有一个月季开花的样式会更多 而且月季它是四季开花 你玫瑰它一般就是粉色的 花短又小 它一年就开一回 你纠结那个干啥 你喜欢哪个就养哪个 其实还是养月季的多 喜欢玫瑰的不多 简单的一盖它就行了 咱们开箱 我一看这个叶子 它就是有点像月季了 因为玫瑰的叶子跟它不一样 它说玫瑰月季随机发 这个就是月季 这种就是欧月 就是小欧月 这个一般正常来说 它的一个出货量是比较多的 像这种苗子三个月就养成了 这个就跟咱们之前讲到的月季一样 很多话在养月季的时候总是养不好 我今天给大家道道这个事 首先第一 它是喜欢光照的 喜欢日照的 很多话说老花你为什么不讲月季 不是不讲 是对于我们山东人来说 这种东西是在绿化带里面就长得很好 它就是完全可以野生 不用打药 不用施肥 不用修建 不用管 它就长 你知道我怎么讲 首先第一点咱们就说光照 光照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给足 第二点就是浇水 很多话说浇水怎么怎么的 月季相对来说比较耐旱 你可以看什么呢 它那种 这种月季一般的身上会带刺儿 你看到哪个带刺儿的不耐旱了 基本上带刺儿的都耐旱 对吧 所以说你简单的一get 所以说浇水的时候 尽量的保持略干一点 不要总是闲着没事浇水 闲着没事浇水 你要真控制不住了 就来我们棚里边浇 好吧 用土 月季对用土要求并不高 只要是能够达到一种松软 能够让根系去生长 你看 他们用到的都是一些个那种 黏糊糊的 就是所谓的营养土了 其实就是东北那边的炒炭 好吧 但营养的很棒 它根系这样长的可以 大家也可以用沙土 也可以自己掺一些比较好的那种泥炭土 这个都可以的 完全OK没问题的 来的时候呢 路上稍微有一点点的洞 这个问题不大 而且呢带着很多的花苞 很多话说 像这种我收到以后怎么办 可以换盆吗 当然是可以换盆的 将来呢就给大家说一说换盆入土的 这个事 你换盆任何时候都可以换 只要根据这个灌符来感觉协调 任何时候都是可以换盆的 你只是换个盆 往里边塞点土 这个东西你什么时候都可以操作 你再加上这种苗青又很健康 你就直接换不就完了吗 它有什么可讲究的 你又很健康 加点底肥 多一点没事 它开花量很轻 避免有根系的直接接触 再加一点 弄过来 不要埋得太深 往里边加土 细心的话 我都可以看到 我每回种花的时候都是让表面的根系 跟这个土的平面 持平 要么就是这个原来的土稍微高一点 因为它根系是往下生长的 像这种情况 接下来就是正常的 就给它浇一遍水 正常的去多晒太阳 不存在缓苗 不存在缓苗 这种东西你正常来的这种圆笔圆土的 就太阳给足就完了 有的话如果上面的花会不好 上面这个花呢 你可以剪掉 你也可以让它自己去开 那么就很简单吧 真的是很简单 有的话说为什么我总是得一些病毒害 您家里边缺光 这种东西在室内养 光照不够的时候 很多的话 闲的话没事老浇水 这问题就来了 你像一般都是追女类的 侵扰的比较多 是吧 你像大家也都知道 蘑菇啊木耳啊 这些个东西都在阴暗潮湿的时候支撑 它不同样的道理吗 你只要光照给足 这东西说的不好听的 在云南啊 在新疆啊 甚至在内蒙甘肃啊 只要光照好一点的地方 养的贝儿棒 养的真的是很棒 这些个地方 还有就是说 这个老师得一些个虫害 你这个真没办法 你怨疾这个东西 之所以进化出来长刺啊 我就怀疑是什么呢 不光是小虫子喜欢吃的 你像一些动物都喜欢吃的 这个东西确实好吃 很多的花肉还 老师 嗯 好闻 这个东西又没什么毒性 所以说呢 各种虫子都喜欢吃的 那大家就可以适当的去预防一些个虫害哈 加入一些这种小白药 你像这个 叫内蒙式的一个小白药 这个腹虫啊 一般的时候 我就跟话们说 你像养月季 你想有病虫害多 你就防大于是 你就加一点 往盆比这么抖一抖 这是加入一点小白 这是杀虫 预防杀虫 你要是害怕有些个病害 你就再来一个小粉药 当然了 有很多可以替代的哈 你类似于阿维菌素 多菌菱都可以 我用的是塞浮腺安和腹虫安 因为家里你正常浇水不就完了吗 你家里边有小孩有宠物 有小孩有宠物 你就 就扒拉扒拉 你给它稍微浅埋浅埋 别让孩子什么宠物 直接吃到不就好了吗 搞得养个花很难一样 干什么都会 都到了养花啥都不会了 光照给足 该浇水的时候 你像它长势比较旺 你就花多多时候来一遍 你下了底肥了 你就算是不施肥 你这样养它一年也没问题啊 不过一百天一次 好了 别的没啥了 再有 老花你不是说月季不怕冻吗 为什么我都落叶子了 是不怕冻 凉下十几度没什么问题 大部分月季都能过冬 但是它这个叶子 低于5度就掉完了 所以说你还得盖它这个点 如果说家里面低于15度的花园 你现在入手月季 它可能也长得不化晒 所以说尽量15度以上 光照给足浇水 尽量控制一点 干了就浇 不干不浇 没啥了 然后呢 咱们咱们给这个花平一下分啊 价格 价格呢是30 像这种的话 快递费几块钱 它也能挣几块钱 像这个现在出货的话 一般在10块钱多一点啊 贵一点的时候应该是在十一二 由于是情人节嘛 是吧 这个东西肯定会涨钱 所以是30块钱呢 这个价格是很合理的 并不贵 苗情呢 很健康啊 带着花包来的 那包装也算给力 综合评分呢 能够达到90分 很不错的一个月季苗了 对啊 这个呢 也同样是PCC来的 PCC一样可以买到好货 对吧 最后呢 关于咱们家呢 也后续会上很多的一些品种 像咱们拍到的一些个呢 我们家也会上 不过现在天气冷 等两天吧 你要等我的就等两天 好了 我的老花一 养花最在意 白了